先生的检查报告很好哦 活动力 质量 数量都在标准值 没什么问题 佳飞 佳飞 你的AMH只有零点八 有卵潮早摔的现象 我有卵潮早摔 怎么会 难怪我一直都没有动静 可是不是啊 如果卵潮早摔的话 那我之前怀孕怎么会这么顺利 还是有可能会怀孕 不过我认为那是运气 什么是卵潮早摔啊 简单说呢 就是卵子的库存量已经减少了 然后大幅地降低受孕的几率 有少数人是天生的 不过在临床上 大多是因为生活习惯啊 压力啊 环境所导致的 你的月经周期是不是不规律 然后血量也不多 但我以为是因为我工作压力太大 所以才 其实年轻女生都不会有自觉 一般都是验的指数 我们才知道的 老婆 这些针都是你要打的啊 对啊 这些都是排软针 打完之后回医院检查软炮发育的情况 最后再打破软针 那 要我帮你打吗 好啊 真的啊 但 但是我 我没有帮别人打过针耶 你帮我打就打过啦 好啊 会不会很痛啊 不会啦 老婆 还是你自己的啊 杜柏谦 好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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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你干嘛啊 我不敢啦 有什么好不敢的 又不是打在你身上 我下不了手你自己打了 杜柏谦 快点啦 好啊 好啊 好了好了 不行啦 我到家了哦 你今天几点下班 你今天几点下班 好啊 嗯 嗯 嗯 妈 好 喂 夏菲 老公 你还在公司吗 对啊 我们要弄一个电竞比赛 全公司都在忙 我是负责人 那你可不可以先回来啊 怎么了 我刚验了排卵 现在是黄金旗 你赶快回来好不好 我等一下要开会 而且全部的人都在 可是我不想要错过这一次 你先回来啦 可是我 我刚刚才的 我刚刚刚刚吃了 老公回来了 什么味道啊 祝孕今有 下次提早告诉我好不好 不要这样临时叫我回来 盘软的时间又不是我能决定的 就刚好现在验到了嘛 而且我们不是要一起生宝宝 我个人也没有办法 我知道啊 但这样临时请假 别人就要做我工作的分量 而且一起来我们都很努力不是吗 有差这一次吗 可是我就不想要错过任何一次的机会嘛 你们都已经做到九十九分了 就差这么一分 你们都已经回来了做不做嘛 这样的时间 就走 不要这样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嘛 感觉很奇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